大家请看大屏幕 这个 是李氏集团跟沈天天 签署的影子设计师解除合同 没关系 咱们一条一条旅 首先啊 请看第二条 双方解除合同的甜题是 沈天天必须完成这次 伦敦设计大赛的参赛设计 大家注意到了 这里面有两个字 必须 李总 为什么必须啊 我真的不太明白 您是落到了何等的窘境 才让你把所有赌注 都压在沈天天一个人身上 现在好了 沈天天自由了 那我更好奇了 接下来 李总 您打算怎么办啊 我接下来怎么办 要你操心 不过李总 是得自己操心操心了 来 咱们看下一条啊 三 影子设计师 是完全对外保密的 如果以防对外说出了影子设计师的秘密 就必须赔偿贾方所有资产损失 名誉损失 你们看看多少钱 两千万呀 这是一个多么宝贝 庞大的数字啊 你们仔细想想 像沈天天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设计师 他怎么可能承担得起两千万的赔偿 就是啊 到底为什么呀 李总 你是怕什么呀 用这么一个不是人的条约来堵住沈天天的嘴 你到底在怕什么 怕什么呀 我们什么都不怕 真的什么都不怕吗 你们扪心自问一下 除了沈天天 你们谁能设计出张市场满意的产品 这个糖果 所谓的果儿品牌的设计师 他就是个假的设计师 他根本不会设计 李总 这件事情沈天天如果不说的话 你们还能苟延残喘的祸 但如果他说了的话 你们可就是产业里边的骗子呀 你们这个行业巨头瞬间就能垮掉 你不怕吗 老爷 是不是沈天天让你这么说 我知道 沈天天他一直都不甘心 他就是要毁了我的一切 滚 滚 对 还有啊 刚才李总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跟赵兰阁之间的恩怨 这个赵兰阁为什么要是什么 都针对李总 针对李氏集团呀 这中间的秘密 李总 你不说 那我亲自说 因为这个女人 她逼死了赵兰阁的妻子 我的亲生母亲陆云青 李总 你 天哪 这是她 她是她 她是她 一拍红眼 心口子黄 你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这个法律责任我一定服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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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汐 芸汐 是我害死了你 对不起 是我害死了你 芸汐 是我害死了你 是我害死你 我现在看什么 我一直都操怪了李曼莉 我还是对糖果做出了这么大的伤害 我该怎么办 这不是那个李曼莉吗 千万全被人打 原来他们家的衣服 不是对女儿生气的 我选过什么衣服 都是他们家的牌子 我去干击扔了吧 别给骗子打宝宝 我走 赵氏集团神秘技术现身 干什么 李氏影子的设计师被揭灭 真假的 你看这上面不是写着的吗 我不是写着的 我可以去看 我会找到一个个人的 我可以去看 我去看 我可以去看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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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问我 走开 是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约了 你来干什么 刚才王爷 让全世界都知道我跟我妈是骗子 你最爱的那个沈爹爹 才是真正的设计师 你还看我笑他的吗 你可王爷是大当吗 童话 我真的不知道王爷会那么开 我相信沈爹爹也不知情 我还是从新闻上才知道 李氏出师了 赵明月 你敢说你不知道 王爷是赵兰阁的亲生儿子吗 我现在真的没法跟你解释这一切 但我告诉你我知道 我这些年做错太多事 做得太离谱了 原来是找李总 道歉的 他人呢 你在这儿不是办法 记者不会放过你的 是是是 我先送你回去吧 我没说 你能不能想一想 李总平时他都去哪儿啊 真的没有地方了 这么多年 只要是我跟李总去过的地方 我们都找过了 那你再想一想 要不要跟他 那他会去哪儿呢 李总 李总 是李总 借 借 借 喂 李总 你去哪儿了 我今天给你打一天的电话 你都没有接 你好 你是基础的朋友吧 我们在街上捡到这部手机 基础他可能已经跳河了 唐哥 他管你醒醒 跟我走 你放开我 去哪儿啊 上面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你走 你醒醒 我带你去找你妈 我爸 我爸 我爸怎么了 你醒醒 我爸呢 我妈呢 我们平时都会来这边逛 今天你到这边的话 就看到这个包包 你为什么 看一下 好 没错 没错 是李总的 我们打开包 想知道里面有什么线索 于是发现这个手机上 很多会接来电 你就顺着个号码打了过去 是我打了电话 谢谢你啊 你们没有看见人吗 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可能从这边跳下去了吧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他从这儿 跳下去了 你冷静 我只是说可能 那我们先走了 是小 我要进去 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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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下 是 这是撑起来 我们报警吧 你说什么 报警 这个 要不是因为有你 我爸他会跳下去吗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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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要是有这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让你长命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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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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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秘书把我爸妈 当年给我的信还给了我 我才知道 里门里并没有害死我的父母 反而帮我父母度过了自己的难关 还给了他们理事服装的订单 可是万万没想到 一念之差 受了赵兰阁的诱惑 去做了翻新衣 隐犯了皮肤病分拨 其实真相根本没有什么皮肤病分拨 那是赵兰阁找了一帮人演的戏 就这样 二十多年 我一直把李漫里当成杀害我父母的仇人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 去伤害他们 现在李漫里人没了 李氏垮了 我是最大的罪人 我是赵兰阁的帮凶 唐国 变成这样 我负全部的责任 我需要去弥补他 天天 你能理解我吗 你早就知道王也是赵兰阁的亲生儿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赵兰阁把我姐姐藏了起来 是王爷还给我的 所以我答应他 不能告诉你 你总是对这个承诺 对那个负责 那我呢 我在你心里算什么 天天 你知道的 你是最重要的 我最在乎你的 可是李氏现在成了这样 糖果变成这样 李漫里死了死者为大 我希望你能忍忍 你哪怕想想 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 别跟我提这个 她把我当作同父异母的姐姐了吗 她早就知道她的身份 可是她是怎么对我的 她把我当亲人了吗 可是 你要去哪儿啊 我还是走了 你不能走 天天天 天天啊 姐 我妈还在医院呢 我得回去照顾她 好人不走 坏人走 我是真有事 坏人走 好人不走 好人不走 天天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你可以想想的 借着这么好的平台 给他们提提条件吗 你觉得我是那种 看中物质条件的人吗 你别那么敏感了 我觉得他们既然看中你了 给你出牌了 你也可以接牌 给他们出招 再说了 这也是对你能力的表现吗 我敏感 是 你说的那些大道理我都听不懂 但我知道 我既然答应会考虑 我就一定会考虑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先走了 你再生我气什么 我有什么非法生你的气呢 这样 我们把话都说开了 我不想再这样互相折磨 互相纠结了 好 那就说开了 糖果你打算怎么办 一直这么照顾下去是吗 我想不出两全的方法 但我现在只能照顾她 好 我明白了 天天 他们父女俩对我有恩 我现在如果不照顾她的话 我觉得我对不起良心 你说这些我还能说什么呢 好啊 我等你的结果 我得去医院了 我冒着需要你照顾 因为有很多东西 我心里知道 我也是乱俩 对对 我来对 这是稳定的 你回答 你你的眼睛 是乱龙 我来就我要